再过几个小时 美国大选就要进行最终投票了 在选前的最后冲刺 我们可以看到前美国总统川普 真的是形成满党 因为他一连跑了四场的造势 那么这当中有两场都在宾州 其中一场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宾州的披兹堡 因为他是同一个时间 就和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 在同一个城市之内造势 那么两方的支持者 都会出动的状况之下 可以想见说市区的交通 想必是大打劫 那根据我们了解呢 很多当地的民众就说 干脆那天不上班了 因为怕说进了市区 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当选美国的眼光 都放在宾州的时候 就知道说 宾州这19章的选举人票 至关重要 因为这里的选民结构很特别 他们的城乡差距 还有他们的人口分布 导致于说关心的议题 也会有很明显程度的不同 像是在市区的选民 通常是比较支持贺锦丽的 而在乡村的选民 会比较支持的是 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在经济上面的被剥夺感 让他们认为说 自己的生活过得 没有比四年前好 所以会倾向支持川普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两党候选人都很积极的 想要在选前最后关键时刻 在宾州这边冲出选票来 而我们的脚步 现在已经移动到了佛罗里达州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和宾州 非常不同的就是说 这里就是川普的大本营 所到之处都是川粉 那很多民众甚至跟我们表示说 他们认为川普就是唯一一位 可以拯救美国的领导人 他们甚至认为说 川普躲过了两次暗杀 那就代表了他所作所为 都是要对抗政府体制 过去传统建制的人 所以他们相信他 那么这样子的想法 当然是和其他地方的选民 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也看得出来说 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确实是很分歧的 而从选民的焦虑程度 还有外媒的关注程度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选举 确实是全球都在关注 以上就是TVBS 美选特派记者 彭惠云 周宁伦 在佛罗里达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